《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日我們的嘉賓是余振球先生 你好 阿球 歡迎你 多謝邀請我 我很想問你 其實我不要問你到底在劇壇裏做過甚麼崗位 我想我問你甚麼崗位你未做過 你比較容易回答我 讓我想想 應該我未做過化妝 我是學過化妝的 亦都曾經幫自己以前也做過演員 那時還比較英俊 那時就跟自己化妝 但沒有幫人不同的化妝 所以做化妝的工作我未做過 其他都應該或多或少都涉獲過 那你真的很喜歡劇場每一個崗位 我真的很喜歡劇場 我很喜歡演員 這是真的 我是越來越發覺自己越喜歡 那你最初如何萌芽 其實這個講到很多年前 講到70年代 哎呀 暴露了 當時那裏是在俗中學 我在中國那時很流行青少年中心 現在英語很少 越來越少 還有那時就開始 在香港開始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可能你爸爸媽媽會聽過 香港有一個認中關社的口號 即是認識中國關心社會 即是在知識分子 或所謂知識分子界裏面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時有很多文社 當時有一份雙周刊 叫做新一代雙周刊 現在已經沒有辦的 類似年青人周報 或是中國學生周報 類似那些東西 不過就更加熱鬧一點 那我就入了那個新一代雙周刊 那個雙周刊除了扮報紙之外 還扮很多活動 給年青人中國生扮很多活動 其中裏面他有一個戲劇組 那我就入了一個戲劇組 那在戲劇組裏面 就開始給自己認識到戲劇 那在戲劇組同時間 你知道他中學生很矮不讀書 很多時間 同時間我又參加了我自己家附近的 青少年中心 在青少年中心裏面 我遇到一個老師 那我是一個老一輩的 我想是屬於後宿那一輩的戲劇人 那是內地樂 那在戲劇組裏面 就認識一個話劇演員 那他曾經 後來曾經入了香港話劇團 做傳職演員 亦都去過中英做傳職演員 那時他已經是自群劇社的團員 在那裡認識了他 他便帶我周圍看戲劇 他帶我去看自群劇社的戲劇 那時還在大會堂高座八樓演奏廳 你們那時香港話劇團 做唯獨那裏 做唯獨戲劇場 現在 現在做唯獨戲劇場 他便帶我去那裏看戲 另一方面 新一代劇社 遇到一些很喜歡戲劇的人 包括高志森 那時大家都認識高志森 高志森剛入無線開始編劇 兩邊都用了我課語的時間 發覺自己越來越喜歡 到後來 香港話劇團成立 那這位我在這裏認識的 那個自群劇社的劇員 他要燒國強 那基本上他影響我很大 那他就入了香港話劇團 那另一方面 新一代劇社那裏 就越來越多自己的演出 變成了我慢慢香港話劇團成立 那時候我加入了香港話劇團 做獨立 即是當時需要後台的人 那時跟我一起做後台的人有甚麼呢 有梁國雄 退了休 香港話劇團剛退了休的 阿叔 有一屆人在那時已經認識 那慢慢慢慢就開始覺得 咦 這樣可以是工作 那之前 之前純粹是興趣 那到我讀完書畢業 那我就 剛剛剛巧得那麼巧 香港話劇團就開始請 全職的叫做 那時叫做 那時未叫做ASM的 未叫做獨立門堂監督 那時叫做劇舞 好 進去做劇舞 那時一起做劇舞的人 進去考劇舞的人 有梁國雄 有廖卓梁 這些已經老一輩的人 我也是老一輩 那慢慢 接著沒多久就轉名了 由劇舞轉做獨立門堂監督 就變成了正正式式進去做 做獨立門堂監督 那變成了這個 其實那時我進去做的時候 我記得我第一天上班 是不覺得自己上班的 因為之前 我已經在雜誌社做工作 在雜誌社做做作理編輯的工作 做了一段時間都覺得很悶 當然有他好玩 那時的薪金是低的 然後玩完車 然後我進去做 第一次上班後 就覺得 哇 因為我平時已經很喜歡排戲 我發現上班是好像放假一樣的 那時在冰房上班 在埃多利冰房 即是現在金鐘的 三格蘭 香格里拉酒店那一隊 去排戲 有恩心恐怖 然後排戲時又大又很開心 初初上班那一天 覺得自己完全是放假 放假心情去工作 我一直保持著心情 就發現很開心 又見到一些偶像 又見到King Sir 又見到萬子娘 當時我還替萬子娘做Quick Change 做換衣服 變成他很喜歡這份工作 很喜歡這份工作 我很記得 有一次King Sir 我幫King Sir 排完一個側門 我做King Sir的 他作理門外監督 他排完側門之後 就演出 演出的時候 楊世鵬 另外一個戲的導演 即是新的導演 楊世鵬在美國回來 馬記者就跟他一起吃飯 就叫我一起吃飯 因為我也都會幫楊世鵬 做他的助理 舞台監督 一起吃飯 那時候香港馬記者未有 舞台監督 未有全職舞台監督 全部是助理舞台監督 所以吃飯 吃飯的時候 King Sir 對著楊世鵬說 余振求是一個很好的助手 他幫助你 你應該沒問題的 哇 你不就 你不就 我覺得 我可以做這份工作 我要做好這份工作 咦 你可以做特首 你更加做可以做 所以就進入了 正正式式地覺得 這個可以是我的中心行 但是一直做的時候 一直都發覺 越來越喜歡 越來越喜歡 因為在那時候的 香港話劇團裡面 之前做業餘的時候 就甚麼都做 自己一手一腳都做 但是進入到香港話劇團也好 因為當時香港話劇團的後台 只有幾個所謂的座女舞台監督 道具服裝 化妝 甚麼都可以做 當然有很多 現在叫做自由餐廳 當時我叫做兼職 有很多兼職的 我都是兼職的 所以每一次製作時 都請不同的兼職來 而那幾個全職的座女舞監督 在兼職的座女舞台 還未埋葬之前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處理 所以所有崗位都做過 我很記得有一次 有請了一個英國導演來 我負責音響 請了英國導演來 做生殺之權 英國導演來到 開會 聊天聊天 聊天聊天 發覺英國導演說 中國人是英籍華人 我這個電影不用音響 你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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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用 不要緊 你陪我坐 不用音響 一邊排 一邊排 就覺得不用音響 那整個節目 整個節目是最舒服的 要比何文慧更舒服 對 比何文慧 你見到何文慧 何文慧不舒服 何文慧很慘 何文慧這樣閃 令你脖子很空 何文慧才做到 這很奇怪的演出 所以一直在香港未正式有全職劇團之前 大家都是在這個業餘裏面去運行 到香港有職業劇團的時候 我就加入了 基本上可以說 應該說香港話劇團養大我 除了出糧給我 令我有得吃有得喝之外 另一方面 在香港話劇團一直在給我一些戲劇知識 我在香港話劇團那一段八一年 一直在十年間給我戲劇知識 我是跟不同的導演 跟不同的設計師 尤其是當楊世鵬做了之後 他聘請很多美國的設計師 所以我就可以跟美國的設計師去看 原來美國是這樣的做法 那時候是有點像學師的感覺 因為我們沒有書讀的 那時候還沒有演藝學院 變成是跟人 每一個製作有一個新的設計師 就跟師傅 就像跟師傅一樣 那麽本身的設計師也有跟 例如M.N.Wong M.N.Wong 或者Peter Lee 即現在文化中心的技術經理 他那時候是做燈光的 所以他幫忙劇團做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 那麽導演一樣 跟著King Sir 跟著盧景敏 盧景敏排雪山飛匯的時候 我跟著他 那麽又不同 那麽我發覺那時候 給了很多養份 我現在回想 一路不同的導演 不同的設計師 給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可能我不知道 但就收起來 到後來 到後來 香港 有教授說 香港語氣演藝學院 你知道演藝學院 已經籌備了很久 他最初的辦公室 在灣仔 即未建好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做一些 短期課程 或者一些老師都來 那麽最初 英國有個老師叫Richard Berry 他是 他是 英國Barbakine Center 其中一個負責人 技術負責人 他就來香港 設立演藝學院的技術部門 他來到香港 先找我們這班 做開人聊天 那麽當時 我們很在乎的 我 即比較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的 華契聯做 作理舞台監督 也很在乎的 讀了 你平時跟了很多 學了很久 你未試過真是 真是 很有系統 有理論 各個發想要去讀 然後來到的時候 那些英國人來到 當然是吃飯 聊天 喝酒 在他喝酒裏面 他說 好 你來讀好 他來讀好 不過我說 不如想想 其實這些年不用來讀 你來教也行 那麽多年 那時想怎樣教 我的英文都不懂 那些英文的英文都未掌握得到 究竟原理是怎樣 都未懂 沒可能這樣 是 那後來 到這裏 籌劃籌的時候 到 結果真是有一 即剛開的時候 結果真是有一班 好有資深的 戲劇工作者進去教 譬如 陳金權 李瑩 黃天強 那 Richard Lee 即李永昌 就進去他們技術部門 做舞台上燈光的技術部門 是有一群人進去的 那 那我就 本來是想著讀的 後來覺得 都繼續做 因為一讀書 又沒有新入 還要給學費 是吧 還有覺得 咦 我要去讀書很尷尬 教我 原來以前和我一起做 很尷尬 那 免得令自己尷尬 也免得令老師尷尬 那 繼續留在玩樂團 那 到沒有多久 我自己 在 畫劇團做到 有少少乾乾的的時候 那 就調了一個舞蹈團 那 在舞蹈團做過沒有多久 然後有一個機會 我就可以去美國讀書 那我就過了美國讀書 那就在Rochester 但那時候你不是肯下決心嗎 那時候 不怕乾堂嗎 那時候 那時候 都要付錢 都是乾堂的 不過都要 都要的 那 因為我自己是很壞的 我是一個 沒有什麼家庭負擔的人 所以我又不需要付錢家 我爸媽不用靠我養 我就 走就走 走了去美國讀書 那 反而好 我覺得去美國讀書 那段時間 我又 真的 在那裏做了些少少的實習 幫了一些 社會廣告 做一些 總電機師 即是 Master Elet 或是我們這裏叫 Chief Elet 的工作 跟著不同的燈光設計師 那時候 剛剛開始有電腦 那 我第一 我第一 電腦 就是什麼呢 因為我去美國讀書 就拿了個學生 但那個學生 是我出發的時候 還沒給到 你政府的行政 我拿了一個 Rober Black Rober Black 的信用粉 變成我自己去 那時候 接觸了一個 燈光設計師 他就是用電腦 教我用電腦 做燈光設計 很開心 很開心 基本上 剛剛開始有 還是用那些 五吋半滑鼠 我想你未見過 那些插入那些 那些 所以我已經讀書 回來 我回來後 那個學生可以給我 我拿著 回到來才出 那你怎樣生 那些錢其實已經出了 他出了給我 不過我一直 因為他出了我香港的戶口 那時候錢交易的東西 沒有那麼先進 而且要花很多錢 我在這裡拿香港的戶口 那些錢 一直都放在我香港戶口 那我自己 就有些聚集 都在那裡 自己縮食也有 也不是自己縮食 要自己縮食 要吃麵包 還有因為我在那邊 除了讀書之外 他有工作給我做 譬如總電機師 我很記得 五十元美金一個星期 變成我也有少少收入 那時候吃雞腳 吃雞翼尖 一元一磅 吃一個星期 就是這樣可以 那麼就 死坑死底 讀完就回來 就在銀行裡 拿回那塊獎金 就去買第一部電腦 立即就去買電腦 那麼就開始 就進入這個生命裡面 進入這個電腦的世界 那麼回來之後 就入了香港舞蹈團 做技術總監 做技術總監 其實就是回到舞蹈團 就是回到舞蹈團 就是回到舞蹈團 那變成這個 一路在舞蹈團一路做 做到都一段時間 我很記得六四那年 應該是八九年尾 我就離開了 就離開藝團辦事處 那時候香港舞蹈團 香港中國團 和香港話的團 都是按理市政局 用藝團辦事處 全部都是 基本上三個都是政府機構 就是 任你怎樣花 錢多到任你怎樣花 雖然都叫做有預算 我們都叫做 政府的合約會員 未獨立 我們就離開了 所以看到其實 香港的舞蹈團 我想 整個世界的藝術文化歷史都是 藝術一定是由政府 或者皇家支持 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話的團 香港中國團 香港舞蹈團 當年如果政府說 不搞的話 香港可能沒有 可能到今時今日 都不會有人出錢自己搞 因為香港人的生意頭腦 很高 很精明 香港人做生意頭腦 大家知道 香港做生意最厲害的 做生意厲害的人 怎會扔錢 去做一些話劇團 舞蹈團 完全沒有回報的事情 所以政府的支持很重要 你看回歷史 莫澤達 一沒有政府支持 就立即窮光 但窮死了 以前的所有的歌劇 舞蹈 音樂家 都是政府支持 就算今時今日 我們懂得聽到的大名的藝術家 無論他是哪一方面的藝術家 或多或少 背後都有一些政府 或是公帑的支持 如果不是他根本是做專心 做本創作 這是由歷史下來的 一直下來的 到今時今日 話劇團獨立了 ADC有很多不同的分定出來 其實都是政府分定 都是政府工廠支持 因為 你看西方國家 我自己經常這樣說 文化產業是甚麼呢 文化產業一定有 深厚的文化根基的民族 或者國家 他才可以有文化產業 如果沒有那個深厚的根基的話 這個文化產業 就算有都是假的 假的 或者是泡沫 我為何這樣說呢 我們經常看 Blockway 看West End 人家一個戲 看Army Young Festival 看一個藝術節 養起整個城市一年 為何人家可以這樣呢 因為人家有去看電影的熱誠 和習慣 人家有去看舞蹈 看畫劇 或者買畫的習慣 香港說真的 有多少人自己 真的會去買畫 天天去畫廊 不要偏心 只是講廳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根基 沒有這個習慣 我們如何將這件事 成為一種消費 如何產生產業 而這個文化根基 這個習慣 如何來的 就是政府培養 以前西方國家 小時候 已經帶小朋友去看畫劇 學校中學 每年一次 香港現在才開始 如果你看看電視劇 西方電視劇 或者看白老 荷里活電影 你會見到中學生 練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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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讀中學 已經有一個習慣 搞製作 去看電影 爸爸媽媽 帶他去看演唱會 他有這樣的習慣 有這樣的喜愛 才產生 才成為一個市場 而我們根本 香港是沒有這個市場 現在 如果你說有的話 是現在才開始 而現在才開始的市場 是分兩種 一種就是 觀眾建設 一種就是我們政府 現在在教育界 大力推行的 大些同學 進入劇場 這是要做的 真的要做的 可能二十年後 他們可能是一個藝術家 或者是一個好好的觀眾 另外一種所謂的市場 就是 即食一些 泡沫一些 就是找 拉一些明星 或者製造一些明星 去吸引觀眾來看 兩種都應該並存 是應該並存 但是 而我們 因為有兩種市場 就變成有兩種不同的產品 而這兩種不同的產品 是不應該對立的 相反是應該互相配合的 相互相成 相互相成 因為 有些人真的 不會理會你的戲 有多深厚文化 我們來看畫劇 和我們來看電影 一樣 對他來說 還要貴一些 所以他的要求會更多 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真的 我來看畫劇 我真的想了解一下人生 想自己 了解自己多些 商業電影 也有些比較 我不知道 應該用一個深一點的字 即是 藝術性高一點的商業電影 一樣的 畫劇都可以有 威術性高一點的 有大眾化一點的 那 藝術性高一點 和大眾化 不是對立的 是 大眾化都可以有藝術性高 藝術性高 都可以大眾化 同樣的 當然 反過來 大眾化都可以沒有藝術性 可以笑的 可以 因為人是需要笑的 同樣的 藝術高的那些 可以 你看不明白 但看不明白 不是表示不好看 就是 因為大家面對著的 觀眾層面不同 應該大家都一起 互相互相成 是 其實是類型 我覺得 是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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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類型的 是類型 是 但我覺得 每一個類型 你都要做得好 對 例如做鬧劇 那是否要做最好的鬧劇 應該是這樣 只會有水準的分別 是 沒有類型的互相排斥 現在 但是香港很有趣 不知道為什麼 你暗地勇女 有些暗勇的 那些暗勇就是排斥的 有些類型的排斥 你們這樣做 不是 我不做這些事情 你不做這些事情 你們太子會 又回到 你們這些不符合大眾 變成好像 好像 互相 暗地角力 或者是暗地排斥 但我覺得其實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像你所說 觀眾而已 我是賣給 這種觀眾 我是賣給這些觀眾 說真的 我們根本的觀眾都不夠 700萬人的城市 1%的人來看戲都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我們上次吃飯 跟KB一起吃飯 粗略估計 經常看戲的 什麼叫經常看戲 我當一年入四次劇場 要求很低 是的 一年入四次劇場 一季一次 對我們來說是經常的 三萬人都不夠 一個月入一次劇場 我相信一萬人都不夠 如果每個星期看戲 除了我們這些評審迫著要看外 我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個 但是去年有381個 對 381個 根本 我當有三萬個觀眾 是 那些根本不夠觀眾 你還欠什麼觀眾 不要欠 大家想辦法 創造觀眾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對 那些大眾化就好 吸引那麼多的觀眾 進來 我們就做一些 如果你喜歡做一些 看不明白的戲 你有沒有找一些 看不懂的人來看這些戲 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 在想究竟應該是 怎樣互相建立觀眾 而怎樣互相影響地方的觀眾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好 給你一個星期想 好 下個星期再談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看看 如果我一個星期能夠解決到這個問題 那我都可以和貝爾獎 好得 拿和平獎 好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和阿裘聊 好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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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iRead iRead 好 你 在爹 我 你 有 你 你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